大家拍照的朋友都会有机会在很黑的环境要拍照 初学的人很多时候都会有个情况 就会听到不够光颜 整个闪光灯闪一下就够了 但你会发觉硬是拍出来的效果非常古怪 今天想跟大家详细讲究竟单反或者无反的相机 如何加上闪光灯去拍照 Hello 大家好 我是Garion 欢迎来到Garion for Hotek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和按下小铃铛 一有新片 YouTube 会通知你们 记得给我的影片资讯 推荐给更多观众 先跟大家分享 其实最初我使用这些机顶灯的时候 可以说是完全盲摸摸地使用的 我还记得我曾经跟一个摄影的朋友说 我放了一盏机顶灯之后 以为它的光度可以打到对面维多利亚港 因为以为 好像光可以Laser 射到对面海 当然如果大家拍照的朋友听到我这样说 就知道这个一定是傻子才会这样想 事实上我当时完全不理解 这些闪光灯和相机之间如何运作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闪光灯的输出并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 所谓 ISO 和光圈之间的关系 它原来是有一个自己的系统去计算 但其实都当然 和我们相机的吸光 都是有相关的关系 安装这些机顶灯 可以去到你的相机 其实这个 好像很简单的东西 我亦见过不少的朋友 是有些恐怖的 其实我自己最初用的时候 都有机会做得太紧 这件事很有趣的 会有太紧的情况 为何要注意呢 因为这里其实有些电子的接触点 如果你想太紧 可能会令到所有金属有劳损 变成了它没有那么长寿 甚至有个问题就是 你要进厂修改这盏机顶灯 最大事的就是将相机的 这个叫做Hot Shoes 即是冷箱或者热箱的位置 都会损坏了 更大事 先讲怎样做 将机顶灯这个位置 上的胶盘位置 就叫做上开了 上高了 吞进去的时候 相对应该是轻松的 不应该用很大的力 然后就叫做用两手指 然后将它上紧一点 究竟上到多紧为之足够呢 第一就是两手指的力 就不应该很大力 如果大家没有做太多健身 还有如果你真的上到 已经交到格的声 我想你应该 再轻力一点 标准就是上完之后是这样的 这个动作可以做到的 而盏灯是不应该倒下的 为何要测试这个呢 但当然不应该像我这样放手 最好扶一扶它 原因是有机会我们拍照的时候 可能一个这样的动作 你的机顶灯未上实 它就向后跌了 但为何不要上太紧 都已经有说了 真的会损毁了那些金属件 和那个胶领的位置 安装好机顶灯之后 我们正式开始开机了 有少少步骤要注意的 我建议一般都是先开了相机 然后再开机顶灯 我这个机顶灯 就有一个叫on off的位置 长按一会儿 它才会开到 如果一切的连接全部正确 而你的相机和机顶灯 是同一个叫 沟通系统 你可以在它的菜单 找到一个叫外接闪光灯控制 然后里面你会见到 有关所有闪光灯控制的基础 和大家再说 闪光灯当我们一放进相机 无论我们用的是一个 内置的闪光灯 还是我们插的这些机顶灯 基本上 很快就有一个数值限制了我们 这个就是快门 快门会有一样很特别的表现 就是说 它会有一个最快的快门速度 这个由于我们的 闪光灯的运作 它一次过有一个很光的煞瓦爆出来 但是我们的快门 就不像我们一般人想的快门的运作 容许我用小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下 先当这个手是前链 这个手是后链 前链一开 后链原来这样关掉 是这样的 一般人以为是这样开完下来的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它有前后链的动作 如果大家理解 亦都愿意听多一点点 前链开的时候 它的时间 刚刚后链相对计算上去 变了 不会有一个地方 尤其是相片的下底部份 会叫做曝光太久的情况出现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有前后链的动作 令到整个数码菲林 或者是传统菲林 整个的曝光时间都是等好 当然你会发觉 现在新的相机 Sony 最新的部份 是由高波露 即一次过开完一次过关掉 是突破了这个技术 但是 传统我们的闪光灯 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要配合 刚才我们说的前后链的动作 变成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在一个情况 前后链不是刚刚好传开 而闪光灯是刚刚好爆在那一刻 我们就会出现了 拍出来的相片 就是有一边或者有一半 是突然刻了 就是因为我们叫 没有办法做到闪光灯同步的情况 好了 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个基本的概念之后 原来如果用普通闪光灯 不计有高速升 其实只能够去一个 大概二百分之一秒 或者二百五十分之一秒 这个数值有多大 即是有多快 就要取决于 每一个品牌 和它的型号的相机 详细这件事 真的要看回那个叫manual 现在有部份相机 譬如我手上现在看到的那两部canon 当我挤了这些叫机顶灯 或者它这架 启动了它这个叫机顶灯 都会自动限制了 那个叫快门的速度 变成了我们不需要再担心 我们会拍了一张照片 有一截是黑色的 好了 基本上 我们理解到了 闪光灯是会令到 我们的快门的速度 反而限制了 变成了我们有一些 很高速的动作 其实我们闪光灯 是一般的 旧色一点的 没有high speed星的 是只能够凝固 画面是二百五十分之一秒 或者是二百分之一秒 没有办法做到什么八千分之一秒 这些是做不到的 除非你的闪光灯 和你的所有系统 是支援 这些叫high speed星的 否则是做不到的 好了 接着要和大家说 当我们拍摄这些闪光灯照片时 我比较建议大家可以考虑把白平衡 交回闪光灯的模式 当然可能拍了一段时间的朋友会说 你这个色不准 又或者是甚至跟其他颜色不太合 是会有这个情况的 但是如果初学的朋友 其实可以直接使用了这个叫闪光灯的白平衡 至于怎样设定呢 就要看每一个品牌的设定方法 我自己发觉如果初学的人士 不是很理解 什么叫闪光灯白平衡 甚至如果万一你们拍了出来的时候 那张照片是偏蓝也很重要的 我建议大家可以考虑用全自动白平衡 这件事可能有部分的 就是摄影的朋友会不赞成 他说全自动白平衡 每一张照片都有机会会浮动得很厉害 甚至可能同一个主体你拍两次 那个白平衡都会飘浮着 可以这样说 就是色温会不断地转变着 变成你后边的照片很痛苦 但是如果初学的人用这个方法 可以叫相对容易 可以拍到一张合乎你的观感的照片 因为其实现在 我们的相机做这个白平衡 都做得挺好的 几乎可以说 用Octoway Balance 自动白平衡 做得好过外指定的 某一个叫做白平衡的数值 当然 如果你还会做后制那些 就千万不要自动白平衡 记得要用手动的闪光灯白平衡 接着想和大家说回闪光灯输出的时候 它那个数值是代表什么 如果大家会发现了 很有趣的就是 闪光灯那个调教 那个叫光度输出 是一个分数来计算的 一般来说 最大的光度就是 1 over 1 即是一分之一 即是百分之一百的输出 退一步那个 就已经是一级光了 即是叫一半 1 over 2 接着如此类推 看你的闪光灯的设定 有些是去到一百二十百分之一 如果你计算到 这是二的一个倍数来计算 这个有一个特别的就是说 其实就是 好像我们拍照的时候 就讲的是多少吸光的 这个整个计算 仍然都是用着 我们相机旧阵时的计算方法 很多时现在我们新的朋友 已经很少太过注意 什么叫做一级光两级光的 简单的一个叫做示范下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相机ISO是一百 跳到ISO二百 就会是在感光方面 就跳了做一级 再跳 大家记住不是跳三百 是一跳就二百就去了四百 四百就去八百 如是者每一次这样跳成二 就叫做一倍的感光效果 同样闪光灯也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如果我是 某个情况 我是要假设ISO一百 我要传开光一比一来到 出光亮度闪光灯才可以做到 如果我用ISO二百 我们的闪光灯就可以调到 大概是二分之一 但是大家要记住 虽然理论数是这样计算的 但是除非你买那个品牌的闪光灯 是真的非常之顶级 否则我都可以肯定和大家说 我们闪光灯输息的数值 是未必一定很准的 是有机会随着它的时间老化 就更加会出现不同的浮动 即是说这个数值不一定是 百分之一百控制得很准确 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些叫做机顶灯 其实它输出的时候 就新款一点的 就不仅是一 跟着是二分一 它还有可以在一到二分一里面 再分多叫做三分 即是一 跟着是减0.3 再减0.66 或者有些是写了0.7 跟着才去到二分一 为何要叫做分多两级给我们呢 就好像我们有时上机那样 就叫做不是一次 跳一吸光 就给多一个 相对顺滑一点的调节 让我们可以叫做分多三分之一级来去做 机顶灯的一般操作模式 最基本上应该都有两只 分别是手动的 menu或者ttl 另外有些闪光灯还会有包括了高速升 前后链这些控制 另外甚至有那个叫做频闪 今天先跟大家讲述menu手动 和ttl menu手动固然就是说 你要那个闪光灯输出多少的光度 它就会输出多少 ttl的意思就是说 它会完全是基于相机的曝光 政策来输出那个叫闪光灯的光亮度 先和大家示范一下 当我这盏灯已经选择了是ttl的时候 你会见到它是斩两次的 斩两次的原因其实就是说 第一次它会是做一个拆光的动作 第二次如果大家听到 那个shutter 才会有一下闪一声的 第二下才是正式的影响 其实这ttl或者叫做ttl 无论是初学者还是真的在工作的人 很多时候都会应用到的 尤其是今时今日我们这些叫做数码相机 是一个非常之绝佳的配搭 为什麽呢 因为我们可以很快去看一张照片 大概做出的效果是怎样的 而从而再微调回那个叫做ttl 需不需要暗一点还是光一点 这个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那我就去下一课先详细和大家讲解一下 但是初学者用ttl相对是比较轻松一点 亦都可以很快去做到一个适当的曝光照片 今天好多谢大家观赏影片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和按下钟仔 因为新片YouTube会通知你们 记得留意我们后边的几课 包括了会讲述面料和ttl之间 究竟我们应该几时用些什麽 和大家怎样互换制式呢 还有就是说我们怎样突破到 我们那个叫flash sync speed 或者叫怎样可以将shutter 提高到可以八千分之一秒呢 当然亦都不要错过 就是说怎样去做那个叫飞闪呢 最后最后最重要的 怎样去做那个叫频闪的拍摄 今天好多谢大家观赏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